我的陽台地板已經裝好了 可是那個顏色 不是我想要的顏色 它不知道是有美肌還是有怎樣你知道嗎 它有美肌 奇妙有到沒有的廁所 你看我的馬桶 嗨 我是小魚 現在來到我的新家了 那上次看影片的話 就是在尾聲的時候 我碰到就是陽台地板的一些問題 這邊的也是大片的對不對 有啊 這邊也要做 他沒有跟你講嗎 真的 他沒跟你講喔 你女兒想要人生 那那時候呢 其實就溝通一下就解決了 所以沒有什麼太大的狀況 但是我今天上來 又發生了兩件 讓我非常極度崩潰的事情 一個就是我的馬桶安裝好了 但是 它沒有靠牆 你知道沒有靠牆很奇怪 就是它那條一感情 完全很不好的感覺 大概有八公尺吧 我是大牆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我的陽台地板已經裝好了 可是那個顏色 也是我想要的顏色 那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看一下 你們又覺得這顏色很深 因為我當初就是希望是那種 很度假的感覺 然後是南方松那種 淺黃色的地板 裝起來居然是深邃的顏色 我整個大傻眼耶 所以待會要等設計師來了 看我的這個地板 要怎麼樣來處理 然後再來帶大家去看 很奇妙的 我的馬桶的安裝 我覺得真的非常荒謬 帶大家來看一下 仔細看囉 我要公開囉 奇妙又荒謬的廁所 你看我的馬桶 他中間這樣子不知道在幹什麼耶 他大概就是有五到八公分的一個距離 然後完全沒有套牆 我覺得這個超級詭異的 不過設計師也願意幫我解決 他直接幫我換一顆馬桶 然後不然是那種可以調整距離的馬桶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跟他們溝通完了 然後設計師跟廠商也都拿了樣板來給我看 結果真的跟我當初選的色號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他們沒有裝錯 但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現在的顏色 跟我當初想要的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發現到了 就是設計師當初給我調色的時候 我們試看照片 再三確認就是照片上面的那個顏色 是我要的對不對 我就說對了 可是呢 他跟現場顏色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不知道是有美肌還是有怎樣你知道嗎 它有美顏 所以照片上面是它是比較偏淺黃的 比較像南方松那種的顏色 就是比較有度假感 但是實際上膚射起來的時候 卻是很深的顏色 然後再找其他的廠商來通過 因為這間廠商他們的品質雖然蠻好的很不錯 可是它的顏色就不是我想要的 那另外一個方案呢 就是把上面裡面牆部分的木板拆掉 讓我從室內看到外面的時候 不會有這麼明顯的落差 經過我剛剛跟我媽 我老公 還有我自己內心天然交戰 討論之後的結果 因為公班也是蠻辛苦的啦 但是我又沒有辦法跟我自己妥協 所以呢 我們現在可能先採取第一個 就是信心師建議的方式 先把上面的木板拆掉 然後稀白看一下 這樣子我是不是可以接受的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只好選擇第二種方法了 我在這邊真的誠摯的建議大家 為了不要跟我一樣 就走冤枉的落花冤枉的錢 如果說大家有任何的材質 板材 顏色的問題 真的還是建議大家 盡量要看到實際的東西 不然就會像我這樣 不一樣就是 可能要再畫一個一個毛錢了 所以要裝修的朋友們 一定要注意喔 那我新家之後 也還蠻期待完成的樣子 所以也請大家 再密切幫我們注意 來關注我們囉 再密切幫我 不覺得不要緊 哪 ringing 甚至是